如果你搜尋這方面的資料, 你會發現這些資料都是不尋常的, 不是一般可以理解的。 例如,你搜尋這方面的資料, 你會發現非常多, 而且這些資料都是不尋常的, 不是一般可以理解的。 例如,我們今天看到, 在這人中, 有很多鬼, 甚至少一個人, 並非一個人。 這是一個負責的, 像是抑制個人性的, 然後我們看到另一個人, 被鬼附身的人, 他的自由意志全部被掌控了, 而且不是一種性格, 是很多種不同的, 像是分裂性的性格在他身上產生。 我們必須明白, 我們知道, 被鬼附身跟神所領導, 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, 被鬼附身是一個強制暴力的行為, 特別是不尊重當事人, 他就直接侵入人了。 當神的恩典臨到磨人的時候, 當神的恩典臨到磨人的時候, 會有一種非常溫暖、甜美、美好的感覺。 當神的恩典臨到磨人的自由意志, 並不會強壓自己的自由意志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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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並不會強壓自己的自由意志。 那這樣子的人, 他會充滿神的愛, 那他有時候也會說出欲言, 是非常喜悅的。 你 變魔鬼附身的人, 是不會強壓自己的自由意志, 就像是不像魔鬼附身的人。 並不會強壓自己的自由意志, 並不會強壓自己的自由意志, 就是被鬼附生的鬼的名字叫群, 讓人格破裂、分裂, 然後帶到這個墳墓, 那墳墓就是死亡的地方。 我們會說, 魔鬼是怎樣運行他的死亡的事。 我們會看到, 不僅僅是從聖書, 但從歷史的歷史, 和藉口的歷史, 絕對魔鬼是活動的, 在每個地方。 我們會看到, 魔鬼都是以非常惡劣的手段來形成, 特別是, 魔鬼當成一種宗教。 因為神從來沒有教, 因為神從來沒有教猶太人說, 獻人祭。 獻人祭, 也不是獻人祭, 獻人祭, 也不是獻人祭, 但我會再說給你們一次, 獻人祭, 獻人祭。 獻人祭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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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獻人祭。 對於宗教來講,是萬萬不可行的。 在印度上,我們曾經有了人生的活動, 以神經濟或其他人的活動。 在印度戰爭前, 也是會獻人禁, 之後被禁止了。 中國人一直在意, 你能看到, 他們都覺得他們看, 我認為他們看的, 他們都不在他們的想像中, 他們都不瘋狂, 他們會看到不同的靈界行動, 並不經常有好處。 有些華人有陰陽眼, 他可以看到靈界或什麼的事情。 非常驚訝, 特別是被鬼附身的人。 當然是, 耶穌是真正的神, 他能夠破壞了居民, 神的運行, 並沒有一幅人。 這也是, 耶穌基督的主要訓練, 徒涉獺的魔鬼, 要把魔鬼的醜陋作為揭示出來。 這就是一個好方法說, 要分析是個魔鬼的, 或是個魔鬼的, 一個人來社會, 或是一個聖人的聖聖人, 或是個聖人的聖聖人, 如果是個魔鬼的, 他會有非常嚴重的反應, 他會有非常嚴重的反應, 他會有非常嚴重的反應。 因為有些人在這裡說, 我希望有些瘋狂的人, 他們在電話上電話, 我希望有些人在電話上電話, 我希望有些人在電話上電話, 我告訴他們, 你不是在電話上電話, 你去醫院去醫院, 你去醫院去醫院, 你去醫院去醫院。 因為他們沒有反應, 他們沒有任何事實際的反應。 但是神父看到他就說, 你居然可以待在這邊, 沒什麼事情發生, 你根本就沒有被鬼附身, 重要的是要去看醫生。 因為神父不能說任何事實際的反應, 但以為他承認, 他會承認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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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誰會承認他。 聖位神父, 走得不達為他的事實際的訊息, 那說不定。 聖位神父, 他自己本身無法說出一個合理的解釋。 他會說他被鬼附身, 然後他又有來自神的全民, 他可以驅謀。 現在, 神父當事實際的說, 他在一位人生日發展, 你以為這樣, 你做了這種、 你你會上的活気, 因為他在做的事實際上, 魔鬼也沒有知識的, 但他當然有知識, 因為他看過很多事情, 我們也看過, 我們也看過。 魔鬼的專長就是要吸引人們來注意它, 所以他會常常用一些奇怪的聲音, 在那邊滾叫滾叫, 然後用一些巨大的動作。 這就是為了教會, 我們在宣傳聖誠, 我們不會在公開的行動, 我們不會在公開的行動,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有些人, 他們在宣傳聖誠, 然後大家會在宣傳聖誠, 然後大家會在宣傳聖誠, 然後人們也會在宣傳聖誠, 但神魔鬼是第一次演員。 然後大家會看到他們, 竟然還有一個驅魔大會, 驅魔儀式, 招攬了很多人來觀看。 然後你看的時候, 這個人突然叫起來, 又一下又那個人, 然後另外一個人在那邊叫來叫去, 那你就把這個魔鬼當成一個主角, 在演這個戲劇。 但有些人在個性上非常軟弱, 那他看到這種情形的時候, 他就神經緊張, 那他又是在那邊移身衣櫃, 然後突然就大叫起來, 就說這個鬼跑到我身上, 呼到我身上, 所以我們看到, 這個魔鬼請求耶穌的幫助, 事實上他是想要設一個獻祭, 來陷害耶穌。 但我們之前說這個, 很驚訝, 魔鬼知道耶穌是耶穌的, 是耶穌是誰。 其他人, 在那時候, 他們都不知道, 那麼明顯, 他是神的神的神, 他們都會認為, 他是聖徒, 甚至是他的徒弟, 他們都沒有太多信心, 然後, 當耶穌被拘捕, 他們就遺棄了他。 他們只認為, 他可能是一個偉大的先知。 等到耶穌被逮捕的時候, 這群人甚至撇棄他逃跑了。 這就是為什麼, 聖徒說, 如果有些人說, 我是聖徒, 我相信神的神, 但我不會來教會, 我不會來教會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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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會來教會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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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會來教會。 然後, 你能知就是, 這個同培栞跟神的信心。 神的 смотреть, 作者會更清楚。 所以, 聖理的信心不就是為神 publishes, 他就這樣做, 真正的信仰並不是真正的信仰, 因為聖律人也有同樣的東西。 但是,他只能參與。